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考试 它跟所谓的铁路特考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还有呢 这个考进去之后呢 它有哪些福利 那至于说分发到哪边呢 其实在我们的简章上面都写了 而且它还写得很详细 你考的它是分区吗 而且不能调动 这个跟铁路特考不一样 铁路特考它只可以调动 真的是不可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明年会不会再考 我早上在某地方 就谈到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确定明年会 明年会比今年多 那为什么会这种趋势呢 这个就跟台铁 要不要民营化 有点关系 公司化 它叫公司化 有点关系 他们是有一些在抗争 那当然据说公会力量不是很够 那就是在看 那目前没定案 回到我们这边来看 首先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 如果这样的公司化 如果这样的公司化之后呢 他们也会有些考试的方式 只是说它会跟特考 可能就不太一样 因为铁路特考 毕竟是考军区是具有公务员身份 特考特用 那么这个只是他们的 一个日行真实考试的东西 那考军区当成一样 你可以做到退休啦 然后他还有 有升迁的机会 那所谓的升迁机会呢 也是在同一个职期里面做升迁 这个就回到 我们有附了一个薪资表 我相信应该有最后很像有附了一个吧 最后一页不是一个 营运人员的这个 好 新级表 那考军区 那在简章里面就会有提到 你进去是第几级开始 那么透过后面的一个你的 你的绩效的话 他会往上走 最高走到哪里 就是这样子 你的上限就会看到 到36最高到48 840 当然啦 如果你担任一些主管的话 他还是有一些加急 一些津贴 那他的 他的 目前的上限 那这个表当然 随着时间也会调整 那目前是 情况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后续再来看 那回到这个 考试的方式 那这次考试的方式里面 他是 分区分发方式办理 这是比较特别的 分区分发 就是说你要报哪个区 那就到哪个区去考 那你会集中考考 那分区 那当然就分发到哪边 那当然啦 他也从这边 你们的 这个上面也很清楚的 告诉你说 他 有的考试 他是分阶段性的 比如说 第一个阶段 有些考试的话 他是先考什么东西啊 先考体能测试 那 体能测试 那体能测试 那体能测试就包括什么 运路 运路 这边所谓的运路 那运路是 他叫佐里原 其佐里原是 从层级是最低的 到佐里原开始 那么佐里原他考什么东西呢 就是 考这个 1200公尺的 跑走进行测试 跑累 就走环就这样子 就是这个 第一个运路累 然后呢 这个运路的服务组 服务组 佐级 其实他的分就是 就是 佐级是在层次上来讲 是最 就是层次上是比较低的 佐 在往上的话 就会看到 其他就属于什么东西啊 服务 你看到这个 就是服务那一类 那么 第二个呢 往上走的话 从第一个阶段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什么 营业员 再来就是 营运专员 好 从 我们称为一员 那 再最后最高的就是营运专员 就到这样 他是分这三个 那至于说你要选哪一个 当然啦 考业生等一下考的科目越少 但是相对考的人会越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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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